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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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战方再拉一只隐身筒 观战方的话没有鬼眼 所以轻起来的话也是有点麻烦 队战方再垫掉观战方的一个宝宝 这样一正一负的话 队战方直接是把场上的一个局势给拉了回来 队战方的一个宝宝跑了一只 再电队战方触发了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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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 直接是把观战方这个 这个宝宝又给秒飞了 这样的话队战方打的一个节奏也是非常好 队战方出了大唐官府 大唐官府的话是在修罗隐身 观战方破旋 早飞队战方的一个拳牌 队战方补一手先例 五雷咒电过来 队战方只要把观战方的一个人物打倒 就像这样 队战方的话马上就会有这个 多秒一个的一个加成 所以的话这样的话 队战方打顺风的话就会特别顺 这样的话五雷咒可以直接瞬间秒三 孩子是吧 人物这个健康的时候 孩子就直接防御 队战方的一个神狗战略 大唐扫过来扫了一下 哎呦秒四 嘿我的天呢 队战方感觉有点暴躁 这样的话队战方无限滚雪球 只要观战方倒地一次 队战方就能多秒一个单位 队战方在刀掉观战方的一个人 还在视觉追击 队战方的一个人物 队战方升狗 队战方摄 believe 冠战方垫 垫孩子的一个伤害非常高,神狗,疯狂补刀, 冠战方浑浑拉起自己, 这个时候其实冠战方想赢的话很困难, 冠战方直接是放弃了, 冠战方出一只引弓, 场上来到第28回合,双方的一个比赛又卡住了, 为什么老是卡住呀,兄弟们, 哎,好了,你看他有的时候就这样啊, 对那方神狗补掉冠战方的一个人, 冠战方直接逃跑认输啊, 你在那里面走开了, 为了解销下, 什么鬼你这个人员有的石头, 然后切到这个显道去换的, 那边用网网网的有什么可怕 stuff,